缺氮危機演變成食安風暴 三彈問題讓陳吉仲下台 農委會改制成農業部首任部長陳吉仲部長寶座 才做為一個月 在9月19日晚上暗熱寢辭下台 對於17日寢辭 專門遭到否認才不到50個小時 年初嚴重的缺氮狀況 讓當時還是農委會主委的陳吉仲 開專案辦理緊密難 然而前農委會主委林沖賢管理的中央處產 會花費7億元 從巴西採購的將近9千萬顆雞蛋 確實有透過特定業者的爭議 讓人懷疑這是一批B蛋 後來更出現過期的壞蛋問題 導致預辦書千萬顆雞蛋要銷毀 最後還爆出壞蛋流入市場 和國產蛋混在一起 變成混蛋 B蛋 壞蛋 混蛋 這三顆蛋把陳吉仲林沖賢都拉下台後 媒體人員黃剛前認為這火可能還會燒向行政院長陳建仁 歡迎留言說出你對三彈事件未來走向的看法